Hello大家好我是小圆了 过来红树林这边赶海了 这一片的红树林比较大片 所以说螃蟹的话是比较多的 有3000亩的红树林来的 走进去了 看一下灯口先 擦不进去了 在这边的 它有转位置 这边继续挖 不会挖一个 啥都没有的吧 空洞吧 到尽头了 难道是空洞 这里什么想像的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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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我以为挖到空洞 尤其在这边的话 也会经常挖一些空洞的 那些螃蟹的话有可能会出去 密死什么的 再挖 用力挖一点些 挖宽一点些 就在这里 听到柯柯的声音 就是这个了 看能不能夹得出来 这个洞 它直接竖上去的 我还以为它是斜下去的 谁知道它 它直接竖着了 哇 松开先 松开先 看 直接竖下去了 哎哟 哎哟 夹着蟹夹 看能不能 蟹壳 看能不能 哦 松开先 松松松 还想说夹着蟹壳 看能不能 好容易出来一点 一下子又被它夹住了 松开先 老眼 af 哎哟 哎哟 án 这种蟹将军猛着呢 看能不能拉得出来 好难拉 他刚刚拉死了 用我的夹子夹他的蟹壳 好怕他自己把自己给弄毁了 不好弄 上来 上来上来上来 看这个蟹钉好大一天 那些螃蟹的话就喜欢吃那土里的那些泥丁的 这个的话可有营养了 我们先看一下还有多深 因为挖了也挺久的 还是差不多了 我们继续再挖一挖就可以了 就看一下 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的 我看到什么了 还好我没有继续挖 原来我的夹子已经是压在螃蟹的上方了 但是我不知道 看就在这里 看到没有 苛刻的声音 木侧还很大 就是不知道挖出来 会不会比想象中的还要大 看那个夹子 那个钳子 再挖一挖 还好今天有一点点风 要不然真的是热死了 哇 这身子很狠 竖着的不是很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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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还 这个还不是很好弄哦 哎呦 哎呦 它好生猛 虾子一放上去下去它又夹住 放下去它又夹住 我都没办法把它夹起来 真的是 不行 这下容易了吧 我夹这一边 它扎得好紧 这样夹都不出来 好难夹 它这个洞还很深的 这只鸽头 出来了不玩了 今天真的是太晒了 而且的话我是早上出来的 现在都大中午了 好难挖 今天视频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起来的视频可以关注一下 下期见 拜拜